那另外呢是发生在高雄的一个廉池潭的溺斃意外 这是我们刚刚有说的今天的发烧话题 就是有一个9岁的小男童 他就跟一个经验非常丰富的教练 两个人在这个高雄的廉池潭要来学这个风帆船 对而且这位教练好像还是国家级的教练 对这个教练其实经验真的非常的丰富 但没有想到疑似是因为这个船只就失去平衡 所以就翻覆了 那翻覆之后呢两个人就双双落水嘛 没有想到找到这个小男童的时候 他已经没有了呼吸心跳 而教练的遗体也在今天清晨被找到了 哦风帆大流 然后突然一个旋转 教练和学童上风帆课 现实遭到抢风升息 接着又碰上乱流 风帆摇摇晃晃不慎反复 导致两人落水灭底 这起悲剧发生在高雄廉池潭 使者是分别拥有国家级教练资格的 赛姓男子以及九岁的网姓学童 事情发生在二十日下午 从东升新媒体ET Today 独家取得的画面可以清楚看到 他们坐在风帆上 站在上一对一的教练课 没想到疑似失去平衡 霜霜落水 民众发现男童载夫载成 赶紧报案求救 但男童被救上案的时候 已经没有呼吸心跳 送医抢救后人居宣告不治 家属来接小孩下课才知道发生意外 一时间难以接受 搜救人员借此在二十一日清晨 找到教练的遗体 双方家属都伤痛欲绝 意外原因有待检警调查 那关于这起廉池潭的意外 让社会各界都感到十分的惋惜 那么今天上午呢 检方也在早上十点半时的时候呢 对两具遗体进行了相宴 而他们的家属也都到了现场陪同 男童父亲相宴结束后不出 全程低头不语 回到座位区时 男童母亲还挽着她的手安慰 而男童的外婆只是频频失累 男童父亲上前拥抱给予安慰 现场充满了哀气的气氛 让人看了也忍不住鼻酸 那这一起廉池潭的意外 从当时的监视器画面可以看到 两个人似乎当时都没有穿着救生衣 而这起意外呢 也是在昨天下午一点多的时候 从岸边登上的风帆船 画面中可以看到 正当风帆船缓缓前行时 此时吹来了一阵六级风 风帆船被风吹了旋转一圈后翻覆 教练见男童沉入到水底时 还有下潜去搭救 消防局紧急展开救援 将男童救起送医后仍宣告不治 警方事后相验 男童有穿着轻便的救生衣 教练则是没有 检方在今天早上相验之后呢 发现两个人的身上都没有明显的外伤 只有因为急救而出现的伤痕 不过呢检方也发现 这个小男童身上有穿着轻便的救生衣 但是教练却是没有穿着救生衣的 详细的死因还有带法医检验理清 水的时候没有办法自救 有没有可能是什么原因 刚刚那个有关于说救生衣的部分的话 我们刚刚看的是小朋友的部分 他是有穿轻便的那个运动用的救生衣 教练的部分倒是没有穿到 就是连那什么祝福衣都没有穿 教练没有 小朋友有穿 轻便的救生衣就是祝福衣吗 他那个是 他那个是专门运动在用的 可能比较好活动 他比较小件 比较贴身 所以说第一时间的话 可能是误会说 他那件不是救生衣 其实那是救生衣 因为现在外面有一个猜测说 会不会是两个落水的时候 有被急中头部或是身体打的部位 所以导致昏迷 有没有这个可能性 现在外观看起来是 是还没有办法延返 是 所以说还要再进一步的去看看 有没有需要敷衍 是 所以没有看出明显外伤吗 对不对 没有 根据了解 男童跟教练被搜救人员发现的时候 脸部都是朝下 而且学童只穿着轻便的救生衣 消防人员强调 轻便的救生衣 或者是祝福衣 相照一般的救生衣 虽然更为贴身又轻巧 但是却没有办法将头部拖在水面上 因此遇难的时候仍然会有危险 那么这个落水的男童他是谁呢 他其实平常就很热爱运动 更是学校校内的网球校队 他今年3月在父母的朋友介绍下 开始跟着这名蔡信教练练习风帆船 已经上课了好一阵子 没有想到如今却传出了意外 王童就读的学校校方表示 这名男童在校时很喜欢运动项目 表现也都很不错 他更是学校网球队的成员 也曾代表学校参加过比赛 在王童发生汗事后 校方第一时间内立即派员到医院关心慰问 今天校方也会跟着王童导师与辅导师做规划 协助辅导同班同学 由于现在正职属下期间 之后会讨论是否开学后替王童进行追思活动 这位教练他其实经验真的是非常的丰富 他自个人不仅拥有39年的帆船相关的经验 而且他还是中华民国帆船协会的国家级教练 这一名蔡姓教练拥有39年的帆船资历 是中华民国帆船协会的国家级教练 过去不仅获奖无数 还曾担任过全运会的高雄市帆船代表队 男子组的带队教练 他也曾经在国小还有大学担任指导教练 今年3月男童的父母在朋友介绍下 开始跟着蔡教练一对一的上课学风帆船 没有想到却在莲池潭上课的时候发生意外 目前教练的遗体也已经送往了殡仪馆 而这起意外的事发地点 其实就发生在高雄的莲池潭 没有错 那这个地区呢 其实风景很秀丽啦 然后附近也有十多间的庙宇 可以说是高雄这个密集度非常高 然后也非常有名的观光景点 但是没有想到莲池潭其实在15号的时候 就已经发生了一起意外死亡的事件 而到昨天又发生了一起 短短5天内就已经有3人的意外死亡 也让当地人觉得不可思议 15日晚间天府宫前的烤肉摊 46岁的陈信南老板凿车撞死 37岁的黄信南驾驶被过失致死罪送半 20日下午莲池潭又发生第一首起的风帆船死亡意外 9岁的王信南童在上风帆船教练课时 由蔡信教练一对一教学 结果疑似船只翻覆 两人都掉落入池潭中死亡 两起意外事件的案发地点 距离大概只有500公尺 5天造成了三人死亡 让当地人议论纷纷